大家好 我是三浦 要科興還是要命呢 香港政府宣佈三歲的兒童 可以打科興疫苗 盛傳北京強制有小學生打疫苗 這個強制 和可 就是一個可 和一個嬰 是一字之隔 即是未 和這個shell 這兩個字 一字之隔 但是會不會很快地 就是會慢慢逐步 強制有小學生打疫苗呢 我覺得 是一定 香港一定會這樣做 一切就是時間問題 OK 而這件事和台灣比較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分析給大家看看 香港的疫情繼續蔓延 新增的確診個案 已經在星期 日的時候 1347宗 但是昨天來說呢 又暴升 即是2月14日的時候 去到2071宗 然後4500宗的初步確診 這個數字呢 好像有些Expotential的看法 1 2 4 8 16 32 哇不得了 所以這個數字呢 可能會爆升的 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老人和兒童呢 都有死亡和危殆的個案 這樣情況是相當 令人憂慮的 但是呢 Omicron這個病毒 會不會 你這樣做法 你這樣的管控措施 人沒有自由 當作畜生的看待 都是這樣 如果你能夠做好所有的 叫人家自發的 去隔離的話 我們是相對好的事 是不是 我不會認為 就是說今天 解除了現在香港所有的措施 會變成 全香港的病毒戰勝了 香港政府不斷用這個標籤給大家看 其實真是戰勝香港人的 就是這個 共產黨政權和他的爪牙 香港醫院管理局說 醫院優先救治長者和兒童 醫管局相信超過千名確診者等著入院 此外 香港政府宣佈15日起 即是今天開始 三歲的兒童 可以接種科興 他沒有說復必泰 他沒有說BNT 因為香港一向有兩隻 台灣有很多隻 台灣有AZ 有BNT 有高端 也有Moderna 有很多東西 但是 香港主要是科興 不必泰 OK 自從 香港人人打科興 就變成 全輩用這個方式 捱針 捱一些 小孩子針 今天 在香港 還有一個地方 生養 生育 是一個相當 我覺得是一個 荒謬的決定 我不會說 那我不是 說別人的壞話 你要面對的東西 不是你要承受 是你的小孩子也要承受 你準備好承受 不是代表你小孩子也要準備好承受 他是一個獨立的個人 他被你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說三歲的小孩子 都可以接種科興 到底你小孩子三歲的時候 我鐵紙告訴你 是必須要接種科興 必須要做其他的事 北京已經強制了 剛剛講過田飛龍講過 一國兩制要融合發展 融合 強制也這麼簡單 你可以不強制嗎 你憑什麼可接種科興 而不是 必須接種 強制接種科興 按照田飛龍講法 那你不是 拖後腿 要調隊 要調隊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一定會做 這是時間問題 香港 那麼多個個案 你看到 例如說 2月13日 2月13日 1347宗確診 2000宗初步揚醒 去到2月14日 2071宗確診個案 接著 有 4500宗左右 是初步確診 你會看到 數字是升了一倍 翻了一倍 那麼 2月15日會怎樣呢 我們息無以待 我覺得是相當悲慘的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署主任 張粟均說 香港7天的平均個案 由2月初的200多宗 升到最近的一天 過2000宗 個案是每兩三天 倍增 反映這個 熬滅港病毒 高傳染力 而最近的個案 集中在深水埗 沙田和屯門 如果已經失控的話 你再做所有的封區 封城 封樓 已經毫無意義可言 站在一個 流行病學的管理來說 你問任何一個 流行病學專家 在香港現時的環境 已經太遲 亦都不適合 去做一些所謂的 隔離措施 是必須要邁向於病毒共存 你沒有辦法不於病毒共存 於病毒共存 不是代表放棄治療 勞草謀 是要治療 而且醫院增加的一些 所謂的病床量 不會真的這麼高 因為很簡單 大部分是沒有病徵的 大部分是不需要入院的 香港目前有三名新冠肺炎患者 主為危殆 即是武漢肺炎患者主為危殆 其中一名初步確診的兒童醫院 三歲女童的情況危殆 香港目前 每日新增個案超過一成 是孩童 但他們大多數是被家人 感染的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外 香港第五波疫情 是有4%的確診者 是4歲以下的幼童 OK 與過往四波疫情 都只是有少數兒童染疫的情況不同 即是說這種情況使得 孩童 確診的情況 增加到4% 不是4成 有4%的確診者 是4歲以下的幼童 香港疫苗與可預防疾病科 委員會主席 兒科專科醫生 劉宇龍預料 兒童 患重症的個案 會陸續浮現 主要是由於 4歲以下的幼童 未接種疫苗 在過去兩三年 也沒有機會接觸 人類 冠狀病毒 因此未有免疫力 小孩子真是慘 是吧 就是 情況怎麽算呢 所以就說 很多 家裡有小孩的 家長 尤其是 和小孩同住的人 需要更加注意 抗疫 因為小孩 感染這些情況 我們個個都不想 更加需要的就是 每個人 如果要減少免疫機會的話 做好了 口罩 消毒 雙手洗手 和 社交距離 這個一定要有 而不是 尊重疫苗 護照 通行證 這些 這些是愚蠢的 對我來說 那麼 主不主意吃疫苗呢 我會告訴你 自決 OK 但是你要保障 小孩的話 是鼓勵大家 去盡力 去減少這些風險 疫苗 我告訴你 不能夠減少你染病的風險 所以疫苗對小孩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作用 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對於大人和小孩 沒有什麼大的作用 疫苗不能避免你染病 你是本事將一些現在 例如昨天 2000多宗確診的 告訴我 多少人打過疫苗 打過什麼疫苗 報給我們看 這是沒用的 如果你是 三分之人打科興 三分之一人打BNT 三分之人沒有打疫苗的話 即是打疫苗就沒有意思 就這麼簡單 就是 世界上就這麼愚蠢 繼續逼針 但是逼來做什麼呢 沒有意義的 真的有意義的就是 戴口罩 勤洗手 用酒精 社交距離 就有意義了 就這麼簡單 非不必要 就不要 亂去公眾 人多擠逼的公眾場合 這個就有意義了 香港現在正在做 看旺角也水淨鵝飛 大家知道清楚 正在做 所以你不需要說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要用逼針的方式 完全是一種暴政的行為 根據明報的報導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參考了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考慮新冠病毒 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威脅 以及降低科興疫苗的 有3至17歲人士的效益 效益大於風險 在 2月13日 前日決定 批准科興疫苗 最低接種年齡 15日起 今天起 降到3歲 OK 3歲 這個是相當低的年紀 3歲不是定80 這麼簡單 3歲不會定80 3歲要刺針 3歲和80歲的 都要 刺針 逼針 在現在武漢肺炎病毒的疫情之後 病床緊張 聲稱緊張 但不少 染疫的幼童 或者染疫病的幼童 仍然 疑似染疫病的幼童 在家中等候送院 有疑似染疫的小童 高消不退 一度抽筋 醫生 建議他入院 但沒有床位 建議他在醫院戶外隔離區 先等兩天 家長質疑 要在硬椅子上 即硬椅上 等兩天 無奈 攜帶著幼童回家 服退消疫 所以 這種情況你無法避免 Let it be 我們沒有辦法 這種情況已經失控的情況 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做的地方就是 若密 和這個 盡力使得 大家更加強烈建議 大家 戴口罩 做好想要做的事 逼是沒用的 還有人 怕死 他都會自己做 這個人性 所以逼不需要 這個是 文明社會要面對的問題 每個人負自己責任 OK 另外根據AM730的報導 北京近日 有全部分的小學 和幼稚園 要求學生必須接種 武漢肺炎的疫苗 或者每次到後出事48小時內 檢測陰性的證明 否則不能去學校上課 這個我已經不同節目講過了 傳聞還聲稱 有關要求北京市教育委員會 以非正式文件通知各學校 學校再要求 老師通知家長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微博 連日都有不少的網民留言 要求 依法行政 不要變相強制兒童打疫苗 質疑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的做法 違反國家 自願接種的原則 其實 最後就是逼針 國家講的就是 自願接種 但 實際上就是逼針 他連健康碼都逼到你 他連 社會信用系統逼到你 打針 他會被你自願嗎 講就是這樣講 中國法律他寫得很 很好的 寫得很漂亮的 但事實上 去到最後 都是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就是 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 不同的措施 和狀況 可以 還有網民表示 已經在國務院網站 實名地反映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 變相強制打疫苗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相當重視的一個情況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 在 昨日的微博中指出 網絡和個別的自媒體平台近日流傳 北京部分學校 和幼稚園 強制學生接種疫苗等內容 對相關工作 存在誤讀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強調 在疫苗接種上 始終將孩子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按知情 同意 致怨 基本原則進行 反對強制接種疫苗 或將接種疫苗 作為學童參加學校 和幼稚園正常教育教學活動的前提條件 不允許提出 未接種疫苗的孩子不能入校 入校上學 不允許提出 未接種疫苗的孩子 每48小時提供一次 核酸檢測證明否則不能入校等要求 說 是這麼說 但如果爆了疫苗疫情出來的時候 學校要負責 即是說 政府就說 知情同意和致怨 但事實上 在黨委 要求學校的 KPI 裡面就是要你 必須要做疫苗的接種 換言之 陰一套 陽一套 翻手為雲 覆仇為語 贏的 輸的 都是你 贏的 又是你贏 輸的就是別人輸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共產黨的做事手法 這套東西 你只是知其一 不知其二 不知道它 事實上它通過各種的 考核的方式 要求學校 確保學童 要接種疫苗 那你完全沒有辦法去了解這種情況 還有用KPI公式要求學校確保到 確保的染疫量 是零 清零 這一點你就沒有辦法了解中國的情況 不過網民繼續批評我 敢做不敢說 怎麽就變成 自媒體的傳言 沒有主觀部門的撐腰 學校和幼稚園又怎麽有膽 去要脅家長 他說這不是網傳 是學校光明正大的發通知 其中一條就是 接教委通知 又指 老師天天吹 逼問為何不打 無法打疫苗 就好像 犯法一樣 學校 還當眾表揚接種率超過95%的班級 這個就是 學校就是這樣的一套 黨就是另一套 這就是學校的情況 所以千萬不要說 中國都自願 香港都要自願的 不是的 他們最生氣 香港會學習中國節儀 表面上都是講自願 實際上 每個學校 都被教育局 要求 逼問為何不打 沒有打疫苗 犯法一樣 當眾表揚那些接種率超過95%的班級 這個就是 每個人 將香港的小學生 變成了中國學生 一樣 是欠美麗 是一條紅領巾 是遲早問題 其實答案 是一樣 這個就是 今時今日 香港的悲哀 今天很多人會問 喂 桑普 你有沒有科學根據 究竟我們怎樣去 tackle 一些小孩子 疫苗的問題 是不是小孩子 都不接種疫苗呢 其實我一直都不建議 小孩子 接種疫苗的 因為他承受的風險 是不可測的 很多是 現在在疫苗的實驗 都是用成年人去做 在小孩子的情況 由於他的生理 是不是成熟到一個 一個跟成年人 matching的level 除非你是高中生 即是半成年狀態 未成年 但將會成年的狀態 可能生理上 已經 進於成熟 另當別論 你自己決定 跟大人一樣 自己決定要去打針 但對於小孩子來說 我是絕對不建議 去打針的 尤其 家長 父母 是操縱著小孩子的 監護角色 就是garden的角色 尤其需要注意 究竟是一個 什麼的情況 是很重要 我以台灣 去講講的情況 是怎麼樣 台灣第3劑的疫苗 開打之後 現在追加劑的覆蓋率 第3針 全國打了23.57% 國內的幼童 即台灣裡面的幼童 疫苗哪個時候 才會開始私打 陳時中指出 關於5 至11歲的疫苗接種 必須參考國外經驗 但國外經驗與台灣 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國外 染疫率高 相對之下 接種疫苗的利 大於弊 台灣自從有疫情以來 國小以下的染疫人數 只得213人 幼兒院只得109人 總計才330人左右 這樣的低染疫情形 和國外很不同 因此私打疫苗 究竟是否為利大於弊 都要由專家進行商議 台灣式的軟轉 意思就是說 當然不會利大於弊 是弊大於利 只是 這樣的染疫人數 國小的染疫人數 相當低 那麼 就算拿香港來講 這個4% 我以 2000個人確診來做個基數 今天我們才能更加多 4% 仍然相當少 OK 2000個人 4% 就是大概多少人 其實是 相當少的數目 2000人是80人 80人染疫 那麼你想想 在台灣來講 213人 按比例 將 香港人口和台灣 乘乘3 差不多 這個數 不是一樣 差不多這個數 那麼你想想 台灣 這樣的情況 都不會 是覺得需要 去做這個所謂的疫苗 也都不建議他們打疫苗 也都不會說可以打疫苗 這個不會打 你都不會安排他們打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可見 台灣一個社會 起碼有些常識 小孩子因為對疫苗的 副作用 是相當敏感 稍後說一下 什麼副作用給大家聽 另外指揮中心 今天宣佈 台灣的第一劑的疫苗覆蓋率 已經達到81.83% 第二劑達到了74.87% 基礎加強劑接種率是0.71% 最佳劑接種率是23.57% 你看到 已經相當高了 今天差不多這個時間 差不多 時間要考慮開關 昨天台灣宣佈 積極考慮 可能由3月中開始 將檢疫期間 由14天 調低到10天 也不強制大家 一定要住防疫旅館 可以一人一戶 或者防疫旅館 所以這些各個措施 有待 3月中再檢討 所以你看到香港人來講 未來會不會 14 變10 可能還有變7 做什麼解封呢 這件事的話 就是一個game plan 在玩的 這個大戰略來講 等多一兩個月 你會看到台灣 真的走向 與病毒共存 也要準備好 與病毒共存 我們不可能 和我捉自失 什麼與病毒共存 不用醫療 盧草茂亂說 24 是要醫療 但是與病毒共存 有些比較保守 什麼的與病毒共存 就是說 你的 病床率 醫療資源 的量 是要高過 一些確診數字 才可以與病毒共存 這個完全 暫於以 醫療人員 為本位的思維 我是不贊同的 就是 與病毒共存的重點 是什麼 就是這個病毒 的致死率 和這個重症率 已經很低 低得可以 和一般的流感和感冒 可以說雙匹配 甚至比它還要低 可能高一點也不重要 是差不多時候 你為了個人的健康 和大家賺錢 不要餓死 經濟 第一位是健康 第二位是經濟 你要開放 第一位是自由 第二位是經濟 你要開放 自由是重要的 我最擔心的是 沒有一個人去現在檢討 不是這個疫症 可不可以 疫苗可不可以 是政府可不可以 現在政府限制人的自由 你說這個必需要的措施 我們要乖 OK 當你沒有接種疫苗的時候 你要乖 你接種了疫苗之後 還要乖 還要聽政府話 還要做信民 還要做 那你怎樣才能解圖 疫苗 你以為我做的疫苗接種完了 打了三針了 有些人打了三針了 OK 你還不開放 你只是霸權而已 你會翻艇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諷刺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到 這些事實的一些 真相 就是這麼簡單 不可以輕視 你說 科興值疫苗接種的有效率有多少呢 今天據科興疫苗三期臨床試驗在多國展開 各國試驗結果相差比較大 有效性是由50%至90%不等 由今年1月以來 至少7個國家才有獲針緊急使用 看到 中國已經批准了 科興疫苗 是由去年的6月4日開始 就是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科興疫苗已經由中國批准了 在3至17歲的未成年人群體 緊急使用 具體接種計劃取決於 衛生部門制定的疫苗接種策略的 這個就是 他說的一些 做法 最重要的是我們對這個所謂的副作用 很有 了解 我們先說科興 因為我很不明白 為甚麼 要有些幼童打科興 每個疫苗都有副作用 還有有些 已經看得到的副作用 有些看不到的副作用 或者未知的副作用 不知道幾年後才會爆發的副作用 我不知道 但是就說 科興有甚麼副作用 十分常見的副作用是甚麼 接種部位疼痛 頸痛 皮膚 OK 這個十分常見 常見的副作用是甚麼 十分常見就是常見 常見就是出現的 基本率是1至10% 10%以上的就叫做 十分常見 剛剛說的 就是接種部位疼痛 頸痛 香港皮膚 1至10%的機會就是學生 注射部位總象 恆養 紅斑 硬結 肌肉痛 吐心 腹射 關節痛 咳嗽 發冷 恆養 食慾減退 流鼻水 喉嚨痛 鼻塞 腹痛 根據香港政府的說法 只有4%的 異童確診 OK 但是你常見的這些 你不想確診 打疫苗 打疫苗也保不到你不確診的嘛 而他立即 有成1至10% 是會中了剛剛說的這件事 而這些是成年人而已 兒童會不會略高呢 會超過10%呢 可能 你想一下 小孩子是不是要打 偶見的 偶然見到的是甚麼呢 注射部位發熱 嘔吐 過敏反應 皮膚黏膜異常 發熱 震顛 潮紅 水腫 頭暈 絲碎 而有一些大概0.01% 至0.1%的 就更加離譜 就是 肌肉競亂 眼 眼臉水腫 流鼻血 腹脹 便秘 臭角減退 眼衝血 潮熱 打腳 打腳 即是說 打絲液 結膜衝血 最嚴重的 就是 更加嚴重的可能都會死 OK 所以你看到是 相當嚴峻的局面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採取這個措施 去打呢 所以大家要 明辨是非 不要 對於是非的東西完全覺得 沒所謂啦 專家說甚麼我就說甚麼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你看到那些副作用 效力 不高 效力 不高的 50 60% OK 接著之後就 副作用了一大堆 我直接看這個列表 是多過 科興那邊 多過這個BNT那邊 科興是多過BNT那邊 剛剛說的科興 科興多過BNT那邊 那你看到 這樣的情況 你做家長怎麼辦 記住啦 現在不是逼針啦 你還有少許機會的 可以 三歲以上 可接種科興的 那你就接不接種 當然不接種啦 就是你送你的兒子去死 很簡單 就是 我看他接種力多高 一定不高 是不是 然後用各種方式 用學校的方式 來逼針 就跟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北京的做法一樣 表面上的宣示 就不是逼針的 但是他用學校方式來逼針 這個就是很可怕 先和群眾鬥群眾 搞到私生矛盾 家長和學生 一起 和教師之間的矛盾 甚至家長和學生的矛盾 不斷的分化 香港人 我們看到這件事 相當痛心 我在自由的地方 當然可以大喇喇的說 我也很介意 我說這些話 會不會讓香港人很難受 但是可以怎樣 真相就是這麼簡單 你喜歡的 就最聽 不喜歡的話 我也沒辦法 我只是說 當今天 未成為一個強制事實 如果我是你 如果你是家長的本身 在香港 是絕對不會被小孩子去打針 都叫荒謬 即是說得白點 毛都未生齊 羽翼未封 都未成為一個成年人 他身體機能 和這個疫苗 是不是跟阿匹佩都完全不同 他和卡戒苗 那些疫苗是不同的 OK 卡戒苗都會有副作用 但是他的臨床實驗 和這麼多年來的調查所得 他是比較可靠 而且卡戒苗的接種 是防止重症重的疫症 這個不是重的疫症 以及接種了 不可以防止他感染 我講了很多次 他只是防止 可以減少 重症的死亡率 但是不能夠防止 小孩子感染 你打來是不是有用 以及 病毒一旦升級 這個病毒一旦升級 你以前打過疫苗 是完全沒有辦法 抗疫的 反而 可能那個小孩子 染上了之後 自己康復 他抗原 他抗體 就能夠幫助到 這個小孩子 去抗擊新一波的 變中病毒 你說是否要被小孩子 搏這一波 每個人都不想 做好有關的防禦 用回常識 就是我們一般 的防疫措施 預防 適於治療 治療 適於疫苗 我經常說了很多次 你希望大家 明白 這個 這個關係的重要性 去處理一切的問題 希望 大家 身體健康 自求多福 就算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